哈喽,大家好,我是一心姐,我们今天来做凉拌茄子 在挑茄子的时候尽量选择颜色比较深,外皮比较光泽饱满的 这样的茄子相对比较新鲜和少纸 咱们来做个试验,看看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茄子各自会呈现出怎样的效果 切掉头尾,中间开边 第一个,放在清水里面浸泡 第二个茄子不做任何处理 第三个茄子放在含有醋的清水浸泡 倒入少许的白醋,再加上清水 我们浸泡大概两到五分钟 下锅之前把茄子肉的这一边切几下 这样蒸的时间可以短一些 这一份是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,这一份是泡过清水的,这一份是泡过醋的,在上面放一块柠檬做个记号 水开之后用大火盖上盖子蒸15分钟 这是正泡过醋的,这一块是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,这一块正泡过清水的,由此而见 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颜色最黄,泡过醋的保留颜色最好,泡过清水的也不差 因为茄子的表皮含有花青素,在中性的环境下受热容易分解掉色,但是在酸性的环境下耐热程度就会增强,将茄子四层条状 值得注意的是,如果没有在茄子上切几下,蒸的时间起码要双倍以上才能煮到这种软弱的状态 来做个调味,葱花,辣椒面,花椒粉,蒜泥,也可以用新鲜的蒜蓉,酱油,柠檬汁,白砂糖,还有盐 浇上200度的热油,搅拌均匀就很美味了,这一份是泡过醋的,可以看到还保留着原来的紫色 再来点葱花就装盘 一道朴素的凉拌菜,夏天的时候吃清凉开胃,百吃不厌 简单的几步就可以完成了 不吃辣的朋友们也可以不放辣椒,都很好吃 这是那份没有做过处理就蒸的茄子,外皮有点变黄 这是泡过清水的那一份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味 一般传统都是用醋来做凉拌菜的 而我个人倒比较喜欢用柠檬汁来代替醋 因为柠檬汁比较消食,并且健康又能消汁 可以说是依举多得的调味料了 准备浇热油 这是那份没有泡过水的 这是那份泡过清水的 凉拌好,咱们就可以装盘了 看一下三种不同处理的区别 这一份是泡过醋的,颜色比较紫一些 中间这一份是泡过清水的,最左边这个是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 由此而见,泡过醋在煮的可以保留最多的花青树 谢谢大家观看,我是一心姐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请别忘记帮我点个赞哟 咱们下次再见,by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